教育部首度公布了私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的終點費 有六十五所私立大專的兼任講師 終點費是五百七十五元 二十八年未調薪 分享新聞工作與體育轉播要領 楊博志兩年前站立主流媒體到私立大學兼課 這學期每週三在北部某科大 每週五在南部某科大 兩所學校的終點費都是五百七十五元 一週終點費五千一百七十五元 楊博志說終點費五百七十五元不多 但因為還有其他工作收入不是太在意 但公立大專校院兼任師終點費 一百零八年八月一號之後已經調整 兼任講師是六百九十五元 根據教育部首度公開私立大專終點費資訊 文化 名傳 實踐 大同等六十五所私校的終點費都未調 兼任講師仍是五百七十五元 教育部表示一百零五年起私校比照公校的終點費納入獎補助餐具 高教工會認為做法太消極 應該強制私校終點費比照或不低於公立學校 私校兼任老師也說 終點費這麼低長期下來不想交或去公校 私校教育品質也受影響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 老 Therapist 打開公開實員 あ